哈喽小朋友们好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要在批音王国里面 找到最后的几个批音 来看一看 他们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这一节课当中 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是要正确的认读 后鼻韵母 这四个 然后认识 整体认读音节 音读准音 认清 行 接着来看一下第二个 正确的去拼读生母和 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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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组成的音节 能够在四线三格当中 去正确的书写 音节词 明亮 第三个 借助拼音 正确的去认读游泳 骑自行车等 三个词语 正确的去认识车 路 等四个生字 最后呢 我们要去正确的朗读儿歌 过马路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先来看一下这一幅图 这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一个非常宁静的晚上 对不对 在窗户外面有一轮圆圆的明月 那在屋内呢 有什么 屋内是有一个小女孩 她躺在床上 在台灯下面正在看书呢 而墙上的时钟 告诉我们 现在是晚上几点钟了 是晚上的九点钟了 这个小花猫呢 她站在窗台上 静静的看着小女孩 在那里读书 在窗户上面 悄悄的落下了一只猫头鹰 那在这一幅图当中 就藏着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欲如宝宝 一起来找一找 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床和窗就提示了我们 嗯的音 床 窗 来接着看一下第二个呢 那这个嗯的音在哪啊 是通过图上的这个台灯 展现出来的 对不对 灯呢就提示了嗯的音 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鹰的音 是通过谁呢 悄悄到来的这只猫头鹰 猫头鹰的鹰呢 就提示了我们鹰的鹰 以及整体认读音节 鹰 好 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后比运母哦的鹰 它是通过谁来提示的呢 看一看 是通过墙上的这个时钟 这个钟呢就提示了我们鹰的音 好 我们一起来具体的看一下 后比运母哦 它是怎么写的呢 书写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哦呢 它是要站到中格和下格的位置 写的时候先写啊 再写呢 最后来写歌 那这个哦我们怎么来记呢 通过这幅图 图上是一只什么 雪白的小羊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羊的音来记忆它 一只小羊 啊 啊 啊 来再来读一遍 啊 那这个啊 它的四个声调是怎样的呢 读一声的时候平平的 啊 二声的时候呢 是要向上羊的 啊 啊 三声的时候呢 是要拐弯的先下 再上 啊 读四声的时候呢 是要向下降的 啊 来连起来一起读一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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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它的四个声调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后比运母哦 这个嗯 它是要怎么写呢 来看一看 这样的也是中格和下格的位置 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 先写呃再写呃 最后来写歌从左 想要来写 那我们要怎么记忆它呢 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是一个什么台灯对不对 我们可以借助灯的音来记忆它 来看一看 一盏台灯 嗯 嗯 嗯 来注意 嗯 来再来读一遍 嗯 嗯 那它的四声到底应该怎么读呢 来看一看 一声是平平的 嗯 二声呢 是向上扬的 嗯 三声呢 是拐个弯的 嗯 四声呢 是向下降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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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学们一定要自己多读几遍 再来看下一个后比运母 音 来看一看 这个音 它是怎么写的呢 这样的是中格和下格的位置 它是以一起头的 一个一 一个呢 还有一个歌 那我们要怎么记忆它呢 看这里是什么呀 是一只老鹰 对不对 我们可以借助鹰的音来记忆 一只老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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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它的四声到底要怎么读呢 先来看 一声是鹰 二声是鹰 三声是鹰 四声是鹰 来 连到一起 一起来读一下 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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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它的四个声调 同学们一定要发音准确 再来看一下后比运母 嗯 注意一下 它读的时候是读嗯 它要怎么读呢 看一看 那它要怎么写呢 来观察一下 站的是中格和下格的位置 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从左向右写的 那我们来记一下 它可以借助什么来记呢 看这里是什么呀 是一只闹钟 对不对 我们可以借助钟的音来记忆 和老师一起来记一下 闹钟响了 嗯 嗯 嗯 来 再来读一遍 闹钟响了 嗯 嗯 嗯 注意一下 它在发音的时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四个声调是怎样的呢 一声是嗯 二声是嗯 三声是嗯 四声是嗯 连在一起来读一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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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它的四个声调 好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整体认读音节 看到韵母一 我们就要想一想 有没有和它能够组成一起的整体认读音节呢 有没有呀 有 它和大一就组成了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音 音是声母 音是后鼻韵母 它们两个构成了整体认读音节 音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音呢 它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所以呢 我们是不拼读的 而且呢 它的发音和音的发音是有些相同的 但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在哪里呢 整体认读音节 音在发音的时候 要稍微的给它拉长一些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笔一笔我们之前学过的前笔韵母和后笔韵母 那你还记得前笔韵母有哪些吗 有 安 恩 阴 温 阴 那后笔韵母呢 今天学了四个 安 安 阳 欧 这是四个后笔韵母 那来看一看前笔韵母和后笔韵母 它们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其实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前笔韵母的韵尾是 那后笔韵母的韵尾呢 是 它们在发音的时候也是不同的 前笔韵母发的是前笔音 后笔韵母呢 发的是后笔音 注意 最终点的是要我们记住 前笔韵母和后笔韵母有哪些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安的三拼音节 以及它的双拼音节 一起来看一下 先来看第一个 何老师一起来拼一拼 这是一个三拼音节 七昂 墙 七昂 墙 墙 墙壁的墙 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呢 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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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住的 帮 就是这个 再下一个呢 吼昂 黄 吼昂 黄 黄色的 黄 再来看这个呢 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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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户的 窗 再来看一下 呃的双拼音节 以及它的三拼音节 一起来看一看 先来看第一个 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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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的 风 那第二个呢 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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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的 扔 再来看下一个 和 呃 红 和 红 红 红线的 红 最后一个 东 东 台东的 东 再来看 应的 双拼音节 以及三拼音节 有哪些 来看一下 第一个 特应 听 特应 听 听话的 听 再来看下一个 机影 景 景色的 景 那这个呢 不影 饼 不影 饼 饼 饼干的 饼 再来看下一个 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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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的 清 就是这个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的双拼音节 来看一看 第一个 死亡 送 死亡 送 歌送的 送 送别的送 都是这个送 那第二个呢 和 红 红 和 红 红 红片的 红 再来看下一个 之翁 中 之翁 中 闹中的 中 再来看这个 欺翁 穷 欺翁 穷 穷 穷 苦的 穷 就是这个音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读一读 看一下 这两幅图当中的这两个人 他们在干什么呢 先来观察一下第一幅图 第一幅图当中的这个人 他们在干什么呀 在游泳呢 对不对 第一个是游泳 和老师一起来拼一下 一欧 游 一往 泳 游 泳 那第二个呢 这个人在干什么 在骑自行车 对不对 那他就是在骑自行车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骑 骑 自 行 行 车 车 骑自 行 车 那再来看一下这幅图呢 他们在干什么 你来我往的在那儿 打乒乓球呢 是不是 和老师一起来拼一拼 打 打 砰 拼 砰 砰 球 球 打 乒乓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三幅图 无论是游泳 还是骑自行车 还是最后的这个打乒乓球 他们都是在干什么呀 都是在做运动 对不对 这些都是在做运动呢 同学们要注意 是在做运动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几个词语当中 我们需要认识的生字 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呢 是这个车字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车 车 车 医生 车 车 车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看 它怎么写呢 第一笔是 横 第二笔是 撇折 第三笔是 横 第四笔是 树 四笔写成一个 车字 车可以组词 火车 还可以组词什么呢 汽车 马车 来看一看这个句子 爷爷坐火车 回老家了 火车是一种交通工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会认的字 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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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声 路 路 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看 它要怎么写呢 哎呀 它的笔画有一些多 一定要伸出你的小手和老师一起来写 第一笔是 竖 第二笔 横 折 第三笔 横 第四笔 竖 第五笔 横 第六笔 是竖 第七笔 是向上的 一提 第八笔呢 是撇 第九笔 是横 撇 第十笔呢 是 一纳 十一笔 是竖 十二笔 是横折 十三笔 是横 十三笔 写成一个路字 比方有一些多 同学们在课下的时候 一定要多写几遍 那这个路字 我们可以组词 公路 还可以组词 马路 土路 都是可以的 来造个句子 现在村村都修了 公路 大家出行 方便 多了 要比传统的土路 要干净 好走 多了 好 接着再来看一看 这个我会认的生字 来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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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声 灯 灯 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看 它要怎么写呢 第一笔是 点 第二笔呢 是 撇 第三笔呢 是一长撇 第四笔是 点 第五笔是 横 第六笔是 竖钩 六笔写成一个 灯字 灯 我们可以组词 灯光 还可以组词 红灯 绿灯 对不对 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这里的灯光 很闪亮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一个我会认的字 是这个 走 和老师一起来拼一拼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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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声 走 那走 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看 它要怎么写呢 第一笔是 横 第二笔是 竖 第三笔是 横 第四笔 竖 第五笔 横 第六笔是 撇 第七笔呢 是 一纳 七笔写成一个 走字 那走 可以组词 走路 还可以组词什么呢 走 还可以组词 快走 那我们来造一个句子 天黑了 走路的时候 留心脚下 别摔着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会写的 阴节词 来观察一下 这个阴节词 我们先来拼一拼 看它怎么拼呢 来 莫营 明 雷昂 亮 明 亮 这是一个双拼印节 和三拼印节 组成的阴节词 那它在书写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观察一下 它的站格 站到了哪儿啊 上格 中格 和下格 它的所有的声调 都是在上格的位置 明的声调 是标到了 一的上面 而亮的声调呢 是标到了 啊的上面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注意它们的标调 那另外在写的时候 这个歌 它是要站到 下格的位置 但是呢 没有挨到 第三条线 好 那我们一起来 写一写 这个音节词 明 亮 再来拼一遍 莫营 明 雷昂 亮 明 亮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一篇课文 叫做过马路 何老师 一起来读一读 过马路 红灯停 绿灯行 交通路牌 要看清 过街要走 斑马线 交通规则 挤心间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一首小小的儿歌里面 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需要注意一下它里面的后鼻韵母 一定要把后鼻韵母的发音给发清楚 另外呢 要注意一下它的停顿的节奏 前面这两个呢都是三个字 一停顿的 而后面呢 要怎么断呢 交通路牌 要看清 四 三 过街要走 斑马线 四 三 交通规则 挤心间 四 三 也就是说 后面的这几句 都是四 三的停顿 那这首小儿歌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呀 告诉了我们交通的规则 对不对 交通要遵守什么规则呢 红灯停 绿灯行 然后呢 还有过街要走斑马线 那除了红灯和绿灯 还有一种什么灯啊 黄灯 黄灯亮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等一等 记住它 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亮了 等一等 这是我们的交通规则 好 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 在这一节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四个 后鼻韵母 还有一个整体认读的音节 知道了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的区分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它们两个的区分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典型的题解 第一个 瞧手连连看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这是四幅图 里面展现了四种动物 对不对 而下面对应的呢 是四个拼音 我们先来拼一下 第一个 老老 鹰 老鹰 第二个 我们一 蜜蜂 蜂蜂 蜜蜂 第三个 大 大 西奥 象 大象 那我们就要对应着它的拼音来找一找这些图了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大象 找到了它 第二个呢 熊猫 对应的是第四个 第三个 老鹰 找到哪呢 找到了前面 老鹰 最后一个是 蜜蜂 给它连起来 那我们就找到了这些拼音对应的图片 那这道题呢 其实就是在考察大家给图片选音节 我们首先要认真的去观察图片 然后根据图片来找到正确的音节 第二个 看图 把下列音节补充完整 考察的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的音节 对不对 先来观察一下这几幅图 第一幅图就是一个什么呀 嗯 好可爱的 猫头鹰啊 第二个呢 开了屏的 孔雀 第三个呢 呱呱叫的 小青蛙 对不对 来对应的 看一看 它们的音节 选手了 哪个部分 第一个 猫 猫 头 头 鹰呢 鹰拼完整了吗 并没有 所以我们要把鹰给它拼完整 加上后鼻育母鹰 然后注意标调的时候 鹰上面的点是要去掉的 标调是一声 第二个呢 就是孔雀 第一个 拼完了吗 并没有 应该怎么拼呢 孔 孔 齐悦 雀 孔 雀 孔 是三声的 要给它标三声的音调 然后标到了它的位置 一定要记清楚 是标到了这个O的上面 再下一个 这是一只什么 青蛙 对不对 那青 写完整了吗 并没有 我们要给它补充完整 青 青 我们要给它补上 后鼻育母 英 标调 要注意标到了 一的上面 去掉那一点 最后的蛙 青蛙 那好 这道题呢 就是在考察大家 看图补充音节 一定要通过图来补充 先确定图当中的内容 然后呢 再看一看 音节当中缺少了哪一部分 再给它补上就可以了 好 同学们 我们在拼音王国里面 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寻找 终于把所有的拼音宝宝都给找到了 快和他们一起再去熟悉熟悉吧 成为最好的朋友 那今天的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了 同学们再见 再见